订阅观传YouTube 即时文法智慧对开 所以我们就是在看贡这个吉祥草 甘露藏它有称之为具有上百个节的草 也简称百节草 那几乎我们在习增怀珠的火供 尤其是习灾的火供 同学你是这个备办材料的 都有白毛根 吉祥草 为什么 它是一个非常吉祥的贡物 所以几乎每一场火供都有吉祥草 白毛根 原因就在这 就是这个百节草我们踩踏砍伐 常常都没有办法损害它 就像金刚一样 就表金刚 当然没有金刚那么坚固 但是呢 就代表于云云众生的生死之流的终点 所以我们供养吉祥草 表示得到长寿 与获得断除轮回烦恼之根 我们供这样的表法 我就是要断除轮回 证得生命的永恒 无死啊 不生不灭的境界 有这样的表法 一个平罗国 就是木瓜 当初是梵天 梵天是哪一尊呢 泰国喜欢拜 四面佛 大梵天王 当初梵天有来 敬献给佛陀 代表获得佛果位 所以你看 你以为是只有我们人类 只有我们佛教徒 知道做善事做功德 大梵天 祂是多有 多有威德神力的大天神 是不是 祂用祂的神通感知 可以行功德的因缘 他就敬献 平罗国给佛陀 你看当那个佛 他成道的时候 他觉得这个地球上的人 没有办法了解 他这么深奥的佛法 准备要作画 那时候犯天地势 就知道 做功德的时间来了 对不对 要来够了这个 摆法罗 还有千福金轮 请佛注释 请转法轮 等等的 你看这里又记载 梵天他曾经献给佛陀 就是平罗果 代表获得佛果位 有这样的表法 所以这个 有的时候我们做善事 这样一个吉祥 你看这个水果吃不完 水果吃不完 像那个有的时候盛产 那个柳丁 很多一箱一箱了 有的同修放着放着发霉 把他丢掉 浪费了 你自己吃不完 你就想了别的单位 可能有人要吃 对不对 你还可以拿一包 拿一包到那个 登山步道 人家下来了 人家下来都口渴 对不对 你就在那边送 一个一个送 哎呀好结果 好结果 大家都得到好结果 还讲个吉祥话 这是结出来的果子 对不对 就跟你结缘 不认识你也送给你 你就要去用心去想 这个要怎么样让人家分享 要去善用它 不要去浪费它 喝 那这个也是印度人喜欢的水果之一 印度人觉得木瓜象征福德 同时可以用来净化一切行为和观念 直至最究竟本质核心 就是什么 觉悟 就是殊胜的菩提心 其最高的境界 妙菩提果位 因此我们供养诸佛菩萨木瓜 可以感到精神充足 气力饱满 所以同修自己在家献贡 我讲过了 它代表献贡 都要把这个水果 没水可以洗 那当然就要擦干净了 就尽量了 对不对 有水可以洗 要洗干净的 像你自己要吃 你会不洗吗 对不对 洗干净以后 盘子也洗干净 然后放在盘子上 供盘上 恭恭敬敬的 轻轻地摆在供桌上 让它摆得很好看 很庄严 就像你真的要 宴请供养佛陀一样 要好好的禀报 尤其是带大家 你在道场做的时候 你现在够这两颗木瓜 在一个供盘上 那不是你自己的钱买的 那是十方善性出资买的 而你有此因缘 有这个荣幸 代表这么多出资的钱 我来供木瓜 在佛前 你好好禀报 要禀报什么 佛主啊 现在供你两个木瓜 你一定要让我发大财 我都不要生病 我最近有什么事 再麻烦你一下 这好像这木瓜是你买的一样 这完全错误 你而且这两个木瓜是十方出资的 对不对 我也有此荣幸 你要说弟子某某某 今天奉这个执事 执事 由此福德因缘 在此向上师 常铸三宝三根本 现供 你要讲清楚 讲出来 有人在心里想 讲出来要注意 口水别乱喷 口气别乱喷 别乱熏 一般是离开来才讲 就献上去退后 在禀报 合掌的时候 或者跪着讲的 在讲 我是代表大家献功 祈请 上师三宝三根本 赐予 出资者 或者是常铸 或者是出资者 这个就是 平安 吉祥等等的 就是 不是光求自己的 有的就是 做佛事很忙 他那个盘子放下去 好像垫小二一样 客官 你点的菜来了 啪一下 这样子 武侠片 不是都这样演 这个很没礼貌 佛前现供 不可以这样子的 如是因 得如是果 为什么你都 你都没有人要攻击你 没有人要善待你 为什么别人 对你都这么粗暴 都这么不细 不柔和 因为你不修阴 你连供佛 都算起来如此了 对待众生 更别说了 甚至我看到很多人 在不注意的时候 看到了 就他一个人在供佛 一个人供佛的时候 也要慈容供养的 也要笑的 要慈容供养 不是一个人供佛 就开始对着佛 弄苦君 脸就拉下来了 佛啊你知道吗 我大概是这一条街 最不幸的人了 我今天给你点这三支香的钱 刚好是我的饭钱 香插下去 我今天就要挨饿了 佛啊 你再不救我的话 我不知道这个信仰 能维持多久 你就讲这种倒霉话吧 这就是超级没有修的人 是不是 你就在这一个人 你也要 那个表情也要好 慈容供养 慈容供养不是让你拿来交际应酬 搞人际关系的 慈容供养是你要礼敬一切众生 跟一切众生修好缘 那共佛特别是这样 有的人他来 他在见上师 你这个人平时你也不哭 也不闹的 怎么见了上师 你又哭又闹的 真是的 哎呀 偏偏 有的时候运气好 就想说 哎呀 我们这时间可以见三个人 这三个人就是又哭又闹 他们三个好像在外面讲好 这也不是很吉祥 那当然我是说 如果你讲到真的是很感动 感伤的事 那无可厚非啊 这个我也能体谅 没有关系 我是说你自己啊 情绪管理要好 修行 它一定有养生 你的这个身体 它一定有养生之道 修行人一定有 它也有养生之道 绝对有 我们注重卫生 对不对 也要为我们的心性 保卫 防卫我们的心性 受到染污 所以你情绪管理一定要好 那才叫修行 能有人在这个人前 表现的一副 好像修行人的样子 他私底下情绪管理很差的 这不是假修吗 很多人他没有宗教信仰 但是他都能体会得到 身心协调之道 身心和谐之道 养生也养心性 所以他常常微笑 对人家都很温和 千功游离 不得罪人 广结善缘 处处给人方便 替人设想 你一打听 他没有什么信仰的人 他会从别的地方 获得这一方面的智慧 那你现在是得到佛的智慧 你有佛的信仰的人 你怎么可以这么没修呢 所以这是有没有实修 你自己要检视一下 点选右下角 订阅观音山YouTube 开启小铃铛 就能收到最新开示 与直播通知 小铃铛 二直播通知 一路会祝贝 三角 是什么 这个 số